台湾真正法陵佛学会与泰山体育馆举办 于3月12号首日前行 由敬重的阿区长老率领60多位深重主持 紧接在首座仪轨修持之后 第二三座即马上开始了金刚舞的首演 首日的金刚舞是关于菩提心与厨杖的部分 紧接12日之后 破明显至金刚舞每日都有精彩的活动与戏幕 佛子们把握良机 前往学习与参返2019珍贵的马哈嘎拉金刚舞 大家明白法会的难得与参与志功的殊胜 如同之前多次的解说 马哈嘎拉的坦承即将完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无论倾鉴与否 这是开启与环绕内心佛性功德之旅 我们将与自己的本质互主面对面的接触 无论是自己或是令他人借鉴心性 功德都无可计量 佛经里面说过 能够倾鉴佛经功德远远大于供养 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阿罗汉 我们知道供养一位阿罗汉的功德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我们知道供养一位阿罗汉的功德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何况是遍满虚空的阿罗汉 然而在密宗里面说过 障碍是成就的前倒 这意味着资粮的累积过程是不会平坦的 所以接下来的近半个月 我们有绝佳的机会迈向解脱的菩提果位 但是每次的前性都会是身心的大磨炼 所以其实这些看起来应当生气烦心的事情 其实是应该生起欢喜心的 因为这些事情都会把我们用力的推向菩提果位 在这殊胜的法会当中 所有产生的一切逆缘考验 都是开悟本质的清静视线 殊胜的法会到处都会举办 马哈嘎拉法会也会定期的在印度寺院里举办 然而能够全程参与志工的机会 却只有在台湾这一次而已 让我们以清静欢喜之心来参与这次决心的开启 承办治他恶力的菩提行